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经典科幻片 星际迷航6 未来之战 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克林共卫星爆炸 导致它们的臭氧层严重污染 只剩下50年的氧气供它们生存 克林共人没有经济能力应付这场灾难 它们的总理非常迫切地想要结束70年的敌对状态 科克并不同意这个请求 他认为克林共人一点都不值得信任 而且一旦弹劾协议达成 星际舰队将被解散 没想到的是史伯克竟然 赶保科克当和克林共人谈判的外交大使 差点没把科克给气死 一行人上了飞船后 发现来了一个新的船员 瓦肯人 韦丽丽 史伯克对他的评价甚高 简单地认识过后 他们便启程执行任务 科克语音记录着航行日志 克林共人杀死了他的儿子 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们 更是任务归任务 他还是会尽心尽力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突然史伯克检测到禁曲号上辐射激增 一枚飞弹从他们的飞船 打向了克林共总理的飞船 两名蒙面人传送到飞船上 将克林共总理杀死 科克等人为了调查清楚真相 甘愿接受克林共人的审讯 继任了克林共总理一职的 总理尼尔也表示 愿意继续进行和谈 但是在对科克的审判会上 他不相信克林共人 并且绝不原谅他们的言论 被公之于众 这下克克百口莫辩 暗杀总理的罪名似乎就这样成立了 法庭判他死刑 并且将他放逐到劳改星球等死 另一边史伯克在调查中发现 禁曲号的炮弹数量并没有减厂 是克林共的猛禽号 躲在他们的飞船下面 向他们的总理开火 禁曲号上还有人修改了发射记录 凶手的同伙 一定还藏在禁曲号上 被放逐到劳改星球上的科克 作为一个新来的 自然会被人欺负 讯好一个神秘女人救下了他 科克还在这个女人千变万化的形态帮助下 逃离了监狱 成功传送回了禁曲号 在此不刻引设出动的计谋下 他们发现凶手正是新来的船员伟莉莉 他和克林共人一起合作 杀掉了爱好和平的克林共总理 并且还认为自己是在拯救星际战队 而他的同伙们的目的就是挑起战争 所以在今天举行的和谈会议上 还会有第二次的暗杀行动 科克立马下令前往和谈地点 但他们在半路遭到了 隐形猛千号的攻击 使播客和船员及时改造了飞船 让他能够自动追踪到 隐形的猛千号 成功让克林共的叛徒 在太空中爆炸 在和谈的会场中 狙击手中准备执行暗杀任务 挑起战争 幸好科克等人及时赶到 阻止了这场惊天阴谋的发生 故事已和平受尾 而这也意味着星际战队即将解散 不过科克并不想就这样结束 他仍将带着自己的船员们继续冒险 这是进取后最后一次 在他的指挥下航行 这艘船和他的历史 很快将被另一支队伍接管 他们将会继续苛刻的旅程 探索他们尚未去过的地方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顾经典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电台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